這就是大灣區系列的第二港 先讓我們看看在全世界來說 用河口或者灣區作為主要的城市群的設計 總共有三個 分別就是在東京附近的灣區群 另一個就是在紐約附近的東岸城市群 第三個就是美國西岸圍繞著三藩市的San Francisco Bay Area 我現在跟大家說說San Francisco Bay Area的一個概況 這個可以作為香港參與大灣區發展的一個參考 我稍後會繼續說另外兩個地方 給大家一個完整的概念 然後我們先說說香港可以怎樣參與大灣區的發展 這個三藩市的大灣區就是在加利福利亞州 它就是第三大的灣區城市群 裡面當然有很多城市 總人口就剛剛不多過一千萬 是970多萬人 不算多人 但是它的生產值就非常高 因此它有很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 在那個就業崗位和房屋供應方面 就是每1.4份工就只有一個房屋津貼 換句話說 打工仔之中 就是在三人之中 只有兩個人是有自己的物業 有一個是沒有的 因此它那個租金也都非常的昂貴 這個就是它這一區主要的大困難 而它的好處是哪裏呢 為何會搞到這樣呢 其實就是因為有很多500強的大公司 在那裏落戶 包括了有Google Facebook Apple Howard Packard 等等等等等等 有很多其實我們耳目耳熟能牆 很大型的公司就是加州落地 因此它們的生產總值大約就是八千多萬億 八千多億 就不是一個小的生產組織 但是在這麼多大灣區之中 它就算是落後那個了 如果中國這個大灣區 或者是香港加入去深圳 以及廣州加起來 那已經的生產總值 遠遠超過三民市的灣區 另外就是人口也都會遠遠超過三民市的灣區 他們最在教育方面 就是人才供應方面 也有幾間很出名的大學 包括Urlust California 裡面的UC Berkeley 或者其他大學 有好幾間就是著名的大學 例如Standford 也都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就是說它人才供應方面都非常豐富 而我們知道那個矽谷 Silicon Valley 就是在地區之內 也就是我剛才說過幾間 Google、Facebook的集中地 因此它也吸引了很多 從世界各地來的人才 所以它在那個人口結構裡面 差不多有四至五成人 是非白裔 就是西班牙裔、印度裔、中國裔 之類 這些完全它對這些人才的吸引力 使到這一區 就可以有這麼大的 他們所說的人才力 人才的人口 這就是一個灣區城市發展的吸引地方 就是可以吸引一些人才來 因為有很多發展機會 譬如很多我們知道的公司 都不是過百年公司 都是幾十年的公司 所以這些就是 那些始創人 有些人現在還在生 譬如Microsoft Microsoft的始創人 Bill基還在生 Microsoft的總部 就不是在行加州 Google 那些只是 七十 八十年代 開始的公司 現在只有二三十年 但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公司 Apple 就是全世界最大市值公司 創人 剛好去世 所以我們知道 在那裡的確有很多機會 這個機會 在中國這邊的大灣區 是有同樣的機會 在中國這邊的大灣區 就包括了有幾個大的企業 只是很可惜阿里巴巴不在 但是比如大疆 騰訊 諸如此類 也都有不少非常之有實力的公司 在深圳這裡 所以其實這個可以比較 在交通方面 他們的交通方面 相比起中國的構思 差很遠 在中國的構思裡面 他希望在一個他們的城市群 譬如是圍繞著北京 或者上海 或者是在大灣這邊 希望可以利用高鐵 將大灣主要的城市 是在一個小時內 免起 即是說 如果我們 可以考慮 如果從香港出發 坐高鐵 去到最遠的城市 廣州 大約一個小時左右 高鐵 如果可以達到 就是達到那個城市 現在來說 高鐵好像是一個小時多一點 即是說 已經基本上 達到這個 中國所定立的構思 但這件事 是這個 加州大灣 他做不到的 他們主要的交通 仍然是靠 比較低速的鐵路 他們的鐵路 最快是250km 每小時250km 我們中國是300km 現在是300km 在香港和廣州之間 好像是300km 在香港段 走慢一點 接著進入中國段 就可以提速到300km 這個連繫關係 將來對發展很重要 另外說到治安問題 這個大灣區的治安不算特別好 例如 包括屋寧 他們全國是第五還是第六 比較高的 主要原因是 來自他們的貧富遠處 尤其是 在San Francisco 有很多老宿者 亦有很多 打工仔 是無家可歸的 那這班人怎樣 這班人通常要 晚上睡在自己的車上 當然 放了工後 駕駛車去一個停車場 到晚上 9點10點 有個特定時間 就不准出入了 鎖了門 鎖住 你們這班人 可以讓這班人在裡面睡覺 相對安全 但仍然他們要好小心 在那個停車場附近 有一些公益機構 就會幫他們設置一些小型的食物 那些加熱中心 例如有些微波爐 有些熱水供應之類 他們就要在附近地方 找個廁所洗澡 洗澡 然後就要上班 下班後 要趕在那個 散門前 回去自己的位置 趕下 你們就在那裡 那天 這樣的人 在這個區域 是相對很多下 也可以說 美國一個悲哀 在這個發展過程之中 我們一定要小心 就是在中國這個大灣區 不要陷入同一個困境 就是不可以弄到那個 那個貧富完全 好像美國那麼厲害 一定要好好的 控制到那個所謂保護網 不要讓市民 就太過什麼 太過貧窮 原因就因為 他那個房屋供應是不夠 形成就是 1.4份工 對一個房屋 這個是嚴重不夠的 暫時來說 我看到 中國就不用合入這個 惡境 因為這個大灣區的面積很大 而那個連接 用高速來連接 是可以使得 一個大一點的區域 面積的人 可以在這個區域一起生活 只是交通時間 限在一個小時之中 如果香港真的要這樣參加的話 其實香港這邊 有一定的交通盤 要解決 目前來說 香港的主要金融中心 就是在港島的中環地區 如果要把這個中環地區 和大灣區聯繫的話 現在只得到那幾條隧道 過海去九龍那邊 由九龍那邊 連上去 無論去機場 或者 就是去 上去深圳 或者是 過去 澳門 或者去 廣州 全部都要去 九龍那邊 當然 現在 有 渡輪 可以在 中環那邊 搭船到澳門 最快的船 大約幾個小時 但是如果 你是 運輸 用車 這樣說 你怎麼都要去 隧道 然後才可以去到 港珠大橋 因為港珠大橋 就是在 大魚山出發的 所以現在 在香港來說 的交通死結 就是 所有 在 最重要的商業中心 是要穿過九龍 才可以 和 大灣區 其他地方聯繫 這是一個死結 九龍已經發展得 非常密集 所以很難 再走出什麼特別多的地方 可以興建什麼 交通的 樞紐 因此 這件事 使得 我 將會有另一個新的系列 就叫做 明日大嶼 其中要考慮的地方 所以 如果我們 真的 為香港的潛途 打算的話 首先 我們一定要 放棄了 恐共 拒共 和 仇共 這個心理 然後 看看 怎麼可以 將 香港的經濟 和 中國的經濟 互相結合 而 為香港 謀求一個 定位 使得 香港可以繼續 繁榮 這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考量 而 考慮 香港 裡面 的基建 怎麼可以配合到 這個大方向 怎麼可以看到 可以使得 香港可以繼續 繁榮 因此 我們剛才說完 就用 三藩市 大灣區 的 優越點 大家 考慮 將來 我們要 取得結論時 到底 香港參與大灣區 有什麼地方 要注意 還有 有沒有機遇 多謝大家 我們來看